欢迎收看谢明太极课堂 我是谢明老师 这节课我们说一下开肩开胯的位置 很多学友都知道练太极拳的第一步是要打开肩胯 但是呢 肩胯到底在什么位置 很多初学者他并不了解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 开肩开胯的具体位置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的一个模型 你看这是一个站立的一个模型 我们说开肩其实是在这个背部 开胯是在我们的腰和臀部这个位置 这个是一个人的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骨骼模型 那么开肩它不是说这个位置 不是说只是骨头的关节 而是整个肩背部 整个区域开肩 以肩胛骨为核心 然后到骨头和骨头之间站位置 包括我们前面的锁骨这些位置 所以它开肩是一个整体的位置 而开肩最关键的点是什么呢 是开肩胛骨 所以我们来说对于开肩来说 你的第一步首先是要把大的肩胛骨打开 那么开胯的位置在哪里呢 在这里 我们的髋关节 也是我们常说的髋关节 这个位置呢是尾铝 这两边是髋关节 我们其实是要打开什么 整个髋关节的活动的能力 以及和这个大腿根部的这些位置 我们说是骨盆和髋关节 包括尾铝 这整个一个体系一个系统 所以开肩开胯 实际上是开肩是把整个上半身 从胸椎往上这个位置打开 开胯是把整个下半身 从腰椎往下 这些位置全部打开 这个时候你会获得一个什么呢 就是上和下都开了之后 身体才能够进一步的去恢复 练拳呢也才更容易 同时你看到 打开这两个位置有什么好处 是为了方便我们以后 把整个脊椎再打开 你看我们的骨盆 髋关节这个位置 牢牢的和脊柱是连的 这个位置也是的 贴在我们的这个胸骨 肋骨这边 如果你想想想象一下 这两个位置是卡压住的 它外面还有很多的肌肉 筋膜筋结 它如果是固定的 动不了的话 你的脊椎其实是拉伸不了的 所以我们开肩开胯的位置 大家一定要明确 那么明确了这个之后 怎么去练很关键 所以你看很多拳友 他练的时候 如果他每天练的是这个位置 他一辈子是打不开肩的 你只有练到肩胛骨 才能够让你的肩逐步打开 因为你练的不是最关键的点 这个位置当然是开肩的一部分 但它不是开肩的第一步 开肩的第一步是肩胛骨 同样开胯 我们知道这个位置 握手拉的这个位置 宽关节这个位置 当然很重要 但是你如果只是练这个位置 胯也是打不开的 因为什么 这个骨盆的大的关节 你让它运动不了 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些位置 必须要考虑一个最核心的点 就是哪个是第一步要练的 哪个是第二步要练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通过这节课 能够深刻的认识到 我们在练习开肩开胯的时候 它是一个整体的位置 不是说开肩开胯只有一个位置 但是我们在练的时候 它是有顺序的 我们在一开始练的时候 开肩一定要把肩胛骨打开 然后再到我们的肩膀 胳膊 手腕手指等等 那开胯也是一样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骨盆练开 我们这个髋关节练开 这些维履都练开 它是有一个顺序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确这些东西之后 然后再来进行开肩开胯的练习 因为你处在不同的阶段 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可能你是初学 你就练大关节就可以了 你想再进步一点 你需要把大关节之外的小关节也练到 你想再进步一点 你需要把整个脊柱全部都练开 每一个关节都打开 这个就是我们泰圈里说的节节贯穿 好 那么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人体的这个模型 你看如果是把这个位置打开了 这个位置打开了 其实是上下循环都打开了 这个就实现了养生的目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尽快的打开肩和胯 获得更好的养生效果 那么更多的太极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 谢您太极课堂 我们下期再见